接下来我们持续来了解 很多人说打了第一季没有第二季 尤其是打莫德纳的长辈们 现在都在想 我第二季不是之前说好了 要留给我们打吗 我们先来看 网友是学亮的 PTT的网友就说了 指挥中心不是一开始有承诺大家吗 28天后给长辈打第二季的莫德纳 当时大家真的觉得 太棒了 我们台湾也有莫德纳可以打 打了28天马上让你打第二季 结果呢 抱歉又是梦一场 还要等多久呢 7月中开始跳票了 我们要改成10周 然后呢 现在等到第9轮结束 都要超过12周了 请问当初说好预留的 第二季去哪里了 应该说当初到底有没有留啊 现在连50万剂都不剩 很多人说这是可悲的疫苗政策啊 疫苗到底分到哪里去了呢 不知道谁分的呢 中央分的 他要分给谁就分给谁 但是呢 对于大家的承诺呢 网友说第二类还没打满 慢慢等吧 梅流第二季真的是笑死 完全执政的疫苗政策 还有人说出了一个重点了 南韩催货成功会说参考 结果现在还是躺在家里 韩兵哥我们的莫德纳 人家韩国催得这么凶 哎真的也就到货了 那我们的指挥中心跟我们一言再言 再来哎好像跳票了 因为没有听说接下来有莫德纳会来吗 要等美国爸爸再捐吗 美国爸爸我们没有钱买吗 应该不会再捐了 现在其实有一个机会 你知道 南韩已经讲了 等到他们打到七成之后 他们会捐给东南亚国家 你要不要先去任韩国交干爹 要不要他搞不好会捐一点给你 我觉得我们的政策真的荒唐到一个无以复加 我们自己买了莫德纳总共只有505万 美国爸爸送了250万 所以总共是多少755万 这是硬帮帮的数字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未来定了3500万 那抱歉那是明年跟后年的事情 所以今年都不会到 那你硬帮帮就只有755万 那你现在已经打了多少人 你现在已经打掉300多万人了 所以理论上来讲 现在应该莫德纳都不可以打第一剂 假设你不开放混打的话 你莫德纳已经不可以打第一剂 你要全部都要打第二剂才对 可是你自己去看防疫指挥总理 每天公布的数字 每天都有 一两千人在打第一剂 莫德纳 虽然我们预约都预约不到 还有人在打第一剂 每天就有一两千人在打第一剂 请问一下为什么要再开放第一剂给他们打 你明明之后不会够啊 你明知道 你明知道 因为这个数字小人生都会算啊 那为什么你要要开放 那我再同时告诉大家一个 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说第二类官员打完两剂的比例很高 你知道现在第二类官员打完两剂的比例 已经到65% 就真的快要打完了 对啊他们快要打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人 到现在打不到第二剂 那一堆人超过半数以上的人第一剂都还没打到 所以我就不懂我们的疫苗到底是怎么算 你明知道莫德纳现在还没有办法跟人家混打 那你又开放 继续去打第一剂 然后继续打第一剂呢不是一般的民众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因为每天就那一两千人 请问一下到底是谁啊 这些人不需要公布了吗 他到底因为什么理由 他可以去打莫德纳 那为什么其他人等了个半天 莫德纳就等不到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然后你现在一直开放 还有第一剂的每天一千多每天一多 去打莫德纳 那请问一下 你得增加了一大堆打第一剂是莫德纳 那未来如果你不开放混打的话 请问一下打了第一剂莫德纳呢怎么办 你完全不去想这个问题吗 还是你准备要给他们打BNT 还是你干脆就给他们打高端呢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不然的话我真的搞不懂这个政府脑袋在想什么 所以我觉得 防疫指挥中心到现在问什么 你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你 然后呢每天就记者问什么 他就自己讲自己的一套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两个 防疫指挥中心问题不管 因为他们已经严重失责 我真的觉得 陈时中应该要像法国的卫生部长一样 直接被起诉才对 因为他的防疫政策已经害死了很多国民 而且未来会制造台湾更大的危难 但现在我要追究两类人的责任 一个抱歉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新闻记者你每天下午2点开记者会 你怎么不去问他这个问题啊 他不回答 对啊你就算他不回答 自然你要问出来 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记者有在问这个问题 只是陈时中不敢回答他不愿意面对而已 这是一个我拜托我们新闻同业 一定要去问他这个问题 你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再来呢第二个 我们的在野党 拜托你们争气一点好不好 你们每天都有开记者会我知道 你们开记者会不是开给自己听的不是自爽啊 你们要想办法 能够提醒社会大众注意到这件事情啊 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迫切的危机啊 其实根据国外的研究显示 你限到我们之前啊 大概五六月打莫德纳那些人 现在哈莫德纳DC大概已经失效了 特别在针对Delta面前 他大概几乎没有任何保护力 这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啊 那你们都没有感觉吗 在野党拜托赶快争气一点 加紧去图悬这个问题 我几个月前就告诉你们了 民党这样倒行逆施 结果你们应该诉诸国际 告诉国际现在这个政府正在杀人 然后你们都不愿意去开这个记者会 我也不懂到底为什么 你们这样子你们认为你们2022赛能够重返执政吗 我觉得不要做你的大头梦 刚才呢 韩兵哥讲到的完整接种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全台湾到底谁两剂都打完了呢 聊天室来跟大家做个互动 你打疫苗了吗 你打几剂的疫苗呢 如果你还没打 你就帮我加零 你打一剂你帮我加一 你打了两剂你帮我加二 我们有海外的朋友在收看 如果你打了第三剂你帮我加三 我们现在还在拼第一剂 以色列人家在拼第四剂 各位观众 我们到底有多么的落后呢 来我们现在到9月11号为止 打完两剂莫德纳的完整接种的34万人 打完两剂AZ的70万人 现在我们说我们持续学生族群在打 那么现在第八轮AZ开放预约了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李秉颖来我们记者都问了他什么问题 指挥中心怎么回答呢 刚韩兵哥说了他就回答他想说的 李秉颖告诉我 大家说我们现在在拼第一剂的覆盖率 其实第一剂覆盖率我们刚才有讲到 百分之44点多 这数字看起来好像很漂亮 但是你不能拿第一剂的 这个数字来骗大家 第一剂如果说防得了的话 以色列就不用打到第四剂了各位 然后他说或者是让一半的人完整接种两剂 请问这一半的人是谁呢 你怎么划分这一半的人呢 会不会又是你指挥中心说了算 还是说这一半的人又是第二类呢 李秉颖说其实这没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目前台湾没有大规模流行 这两 最重要的还是要维持戴口罩 各位我们的防疫中心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人家美国现在拜登之前是用送的 送一个州送一堆东西 拜托你参加抽奖来打疫苗 到现在呢不管了啦 我要下令了全部都要来打了 现在呢我们指挥中心跟我们讲 没有很大的差别 打第一剂打第二剂 因为呢你口罩戴好就好了 就是有这样子的防疫 让台湾人觉得很没有信心啊 大使 现在啊这个专家讲话不像专家 什么什么什么防疫专家小组啊 我觉得你看这个李秉颖讲这个话 我觉得他到底有没有专业的这个思考啊 对不对 你现在怎么会说 就是要用口罩来维持呢 对台湾人戴口罩已经不需要你政府来提醒啊 台湾人戴口罩比全世界最 我跟你讲台湾人戴口罩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 我跟你讲日本人都不戴口罩 我们以前认为日本人很守规矩啊 日本人不戴口罩 台湾人你今天在街上 你有看到一个不戴口罩吗 全部都戴室内也戴 室内也戴 你看那个喝咖啡的时候 咖啡放在门口放在前面啊 然后把口罩拿下来喝一杯 我这口罩来继续戴起来 然后再喝第二杯再拿下来 我们是这样在这边啊 是不是在替这个政府在防疫啊 我们是不想给政府制造麻烦吗 当然 你现在政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要去帮我们争取疫苗啦 现在这边他们这边讲了半天啊 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是 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跟他是鸡同鸭讲 真的鸡同鸭讲 我们现在台湾你看这个 我们待会可能会谈到 你看我们这个政府 有人在国外替我们争取疫苗吗 你看看 看看郭台铭怎么争取 亲自跑去耶 他事实上工作天不到四个礼拜 就把全世界被我们这些疫情指挥中间 讲的说很难啦 买不到就是买不到啦 大家都爱抢啦 缺货啦 这个什么一大堆理由 为什么郭台铭出马 现在一百万两百 然后更妙的是什么呢 他这个疫苗回到台湾啊 还要足足等三个礼拜 才拿到市面上给大家来打 你这个自己研发的疫苗 连二期都没做完都可以拿出来给人打了 人家是世界知名的大药厂 已经做好品质保证给你东西 你还要给人家拖三个月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真的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那今天说实话 台湾现在第二季施打率4% 真的我们老百姓要忍受到什么时候 我们连人家说看到隧道那边已经冒出曙光了 我们真的看不到曙光 你看看刚刚辩子妹在街上问那些年轻人 大家心里都在怕 那这种恐惧的话 我们以前我记得 什么叫政府明有明智明晓 什么 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今天这个政府让我们人人都感觉到恐惧 他们还每天在这边坐在冷气室里面 用他的这个如簧之蛇 完全把他的专业把他的良知丢到一边 这个陈时中不懂的话 胡扯的话我们也先看出来了 他坐那边每天在那边胡扯胡扯 就是说他就是不懂了就是外行了 可有一些是内行的人 为什么要在那边助纣为念呢 为什么不讲一些真正专业的话 然后你政府现在应该 你花了八千亿了 真的花了八千亿又去追加这些纾困的 这些所谓的这些防疫特殊预算 八千多一站 我疫苗在哪里 你自己买的疫苗在哪里 你现在莫德纳好了 你莫德纳大部分都是美国人送的 你不是当初买了550万剂吗 为什么不去催货呢 为什么不像韩国一样去催货呢 为什么到现在他都不动作呢 那你现在搞了半天还是就是那讲 一千五百多万剂嘛 你挡掉了三亿三千万剂 然后你就是买那么多 然后你说明年又买了多少 莫德纳 你基本上 你也不把你怎么签的约 什么样都不透明 很简单嘛 今天为什么以色列买得到疫苗 因为他出最高价 现在非常清楚 他去得早 买的量大出的价高 我觉得突然想到一个 你就抢得到 很讽刺的 因为高端也是很贵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高端 因为我们出的价也是最高的 我的天啊 所以我觉得介大使讲得很对啊 国外人家为什么抢得到疫苗 因为人家有去抢啊 那为什么台湾没有呢 因为你连抢都没有去抢嘛 你有什么呢 来各位跟大家报告 你知道吗 高端才刚开打对不对 马上就在这个月底 9月30号 高端要来开始打第二季了 哇动作之快啊 而且如果高端 接下来再开放 未来打完两季的比例 可能会比打完AZ 70万季的人还要更多 你看看 这个是不是叫护航高端呢 寒冰哥 为什么我们高端这么贵 只有我们有 你要说这是护航高端 其实我觉得这是羞辱高端啊 为什么 因为AZ跟莫德纳 为什么现在打两季了那么少 大家都知道 是因为没有疫苗 可是高端是多到没人要 所以他还可以打到 打完两季 他可以就在第28天 就直接让你去打第二季 所以我觉得对高端来讲 这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吧 其实还蛮丢人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数字哦 高端到大概这个礼拜天为止 大概打到了70万出头 71.6万 那请问一下 你们不觉得这数字还蛮丢脸的吗 高端在供应无虞之下 打到现在从8月23号开始打 打到现在 今天已经9月13号 才71万 会不会太丢人了 他们你知道最近 我看到一些媒体的操作方式很好笑 他每天都说你看 现在每天打高端的 都是打莫德纳的 比他多一倍还多两倍 废话 因为莫德纳根本没有开放给一般人打 我刚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莫德纳到底开放是给谁打 可是你去看 最近打AZ 因为最近AZ开始供货嘛 AZ每天都二三十万 你去看就知道 每天都二三十万人在打AZ 那AZ 大家不要忘记哦 AZ本来是我们 一开始只有AZ的时候 大家都不想打AZ的哦 甚至要自费你才要去打 不然一般人不想打的哦 那现在AZ 说真的是把高端插在地上碾压啊 真的是这样 完全不是对手 所以高端自己要去想想清楚 你怎么被政府推销成这副德性 好好的一个台湾制裁疫苗 结果现在变得搞得大家没有人要你 但问题来了 接下来 是不是高端的人数会超过AZ 超过莫德纳 我觉得绝对会 因为按照我们政府这种满疫苗的方式 他根本就是要等 等你们高端全部打好打满之后 我再看要不要去吹国外的疫苗 因为他根本不想吹 我跟大家讲 现在国际的现况是什么好不好 COVAX呢476万 之前来60万左右嘛 大概之后很难会来了 因为现在全世界各国不是要打第三剂 就是要打第四剂 他们都把疫苗保留给自己 所以不会再捐给COVAX 他不捐给COVAX COVAX就没有疫苗 没有疫苗他就没有办法给台湾 就这么简单 所以那400多万大概已经死心了 大概没机会到 那AZ我们本来定了1000万 接下来会不会来呢 可能每一次就来个几十万 几十万大概不会太多 因为全世界 老实讲现在他产能也吃紧 因为生产的大国 包括泰国 包括印度 包括日本自己现在情况都不好 所以他们很多都要留给自己用 所以能够给我们的也比较少 那莫德纳他的工厂已经出了问题 所以之前才会产生难产 那结果呢 人家难产的时候 你不赶快派人去像韩国一样 直接坐在他的公司门口 就跟他盯着吹 结果人家吹得有效 韩国一下吹来八九百万计 其实那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 那台湾就吹不到 因为他的产能就这么多而已 他给了韩国就没有办法再给台湾 就这样子啊 然后结果你明明看到人家已经吹成功了 结果你还在台湾等 你继续等 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其实我根本不认为陈时中这个笨蛋不懂 而是他故意的 他就是不想去吹 你就慢慢来没关系 因为最重要 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第二类官员 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已经打到六成多了 他们接下来只要剩下莫德纳的公益 能够满足第二类官员 其他的无所谓 反正我们是韭菜 死一死算 对他们来讲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接下来我老实说 除了郭董的BNT 郭董台积电磁锡的BNT 我们唯一可靠的进账就是高端了 就是这样 台湾只有这两个选择 其他的那些都是给那些天龙国高贵人士去打 我们站不到BNT了 所以大家自己要考虑清楚 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在等莫德纳的人 我真的跟你讲 你恐怕要改变一下作为了 不然你可能永远打不到疫苗 你说的是小星哥吗 小星哥他超想打莫德纳 所以到现在一季都还没打 不过原因是我觉得 不论现在是等第一季的人 还是等打第二季的人 我觉得打AZ的人都有点失望 因为像我们原本打AZ 我们看了这么多国外人家在混打 我们本来想说有望 第二季我们也来混打 结果没想到 好今天呢 第八轮AZ就开放预约了 谁可以来预约呢 包含了75岁以上 已经打过第一季满10周以上的长者 还有呢7月19号之前呢 你登记AZ的18到22岁的年轻人 还有呢可以打第二季的第五类接种对象 这就代表着AZ打完 还是要接着打AZ 打两季AZ 到底这个防护力跟混打相比 是什么样呢 等一下我先说完这边 因为呢我刚刚说到了 还有谁可以选AZ 对不对 18到22岁的年轻人 于是呢 就在D卡有人发文了 他说18到22岁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高级人种呢 不但可以选BNT 因为他们是学生族群 指挥中心跟你说 我这个就是要给学生打的 18到22岁可以打BNT 再来又开放AZ 他们也可以选 等于是可以选AZ 也可以选BNT 甚至20岁以上 还可以再选高端 另外有网友就回复了 他们叫做什么族呢 叫做手投族 你算一算时间 也不用算一算时间了 18岁就可以投票 手投族 未来的票仓再等4年 应该不用再等4年 搞不好明年 可能就生效了 再来网友回复 年纪越大的人才是更危险 我就问医生一句 我们这样的施打顺序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现在蔡壁如也说了 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一下 我们现在疫苗接种顺序 不是说滚动式的调整吗 那我们怎么越调越走中呢 蔡壁如认为 依年龄由大而小往下打 然后呢 要陈世忠 放下你的执念跟面子 我是觉得说实实在在的话 其实刚才辫姊妹在市中心 所采访的事情 让我们在医疗单位来讲 是非常寒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代表说 我们疫情指挥中心 一直没有把一些很正确的观念 传达出去 每天下午开记者招待会 一年多了 但是没有把正确的观念 传达出去 年轻的孩子 这时候在市中心的时候 他应该讲说 我很年轻 你们先打 为什么你们先打 因为你比较中老年 你比较容易 在这个时节里面容易感冒 我身强体壮 哪怕是这个疫情来 我用我健康的这个体力 我应该可以捍卫 因为当你疫苗不够的时候 一定要做个区分 但你发觉你看 我们二十几岁的人 都吓得要死 天哪 我完蛋了 我要跟我爸爸妈妈 一起去抢 这就是造成一个防疫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破口跟漏洞 我还是强调 我们在这个疫情下 大家都没有人是专家 没有人是专家的时候 刚才高端也告诉你 不是我告诉你 高端都告诉你 28天就要打第二剂 所以我好多的时候 我28天一到 第二剂就要上去了 那是因为国际上 有人说疫苗不够 所以我看看 能不能拖到十周 拖到十二周 我再来第二剂上去 发觉效果好像也没那么差 所以好像可以 哇 我们就马上 把这个十二周当做圣旨了 大家进去拖 然后我们又要制造台湾奇迹 我们看可不可以拖到十四周 看效果还好不好 这是完全错误的概念 所以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就是要多元的去看这个疫情 所以黎炳尹教授 他其实也没有讲错 目前台湾这个岛 没错 我们现在因为守得很好 并没有很可怕的疫情 我所谓可怕的疫情 就是说像五月初的时候 哇 各大医院的加护病房 大家呼吸衰弃好严重 这个快乐缺氧的情形 很多很多 这是可怕失控的情形 目前台湾确实是没有 没有说你更应该是 是枕装来做一些事情 枕装来 为什么呢 因为 为什么要疫情指挥中心 就是因为多方面 我们有没有条件 永远锁国 不可能 我们有没有条件 永远让飞机不进来 不可能 这些疫情就是会从国际 坐飞机进来 这些疫情就是有可能 15天隔离还不够 它还是有可能偷偷摸摸了 就从哪里散播出去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你现在没事 你就要用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 慢慢地 循序地打下来 不是靠面子 我常讲 你打了莫德纳第一季 第二季一定在28天后左右 要跟上去 你跟不上去的话 你第一季就是白打 所以这个时候 我也是觉得 真的是 不管是党 不管是什么民意团体 不管是什么宗教团体 你这时候都应该站到前线 跟大家讲说 对不起 我需要第二季 我需要去韩国求 我就去韩国求 我需要到日本去借 我到日本去借 我需要向帛琉借 我先向帛琉借 我要做什么事情 先让他能够慢慢地满足 而是不能在家里头继续等 继续等的话 当第一季也失效 第二季又没上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会出事 真的会出事的 好 谢谢袁一时 的确很多人已经发现了 会出事 因为你间隔这么久 国际上人家的文献 人家的资料 人家要等这么久吗 现在呢苦 等不到第二季莫德纳 所以就有医师专家 呼吁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混打 为什么国外会要混打呢 还不就是因为疫苗不够 你现在为什么 我们在讨论混打 很明白 就是因为没有莫德纳 所以呢 今天大家问喽 谭兵哥今天记者问了 陈思东怎么回答呢 他说 目前我们没有要打得这么混 还是有一定的规律 我怎么对这个混字 特别的 讲得那么大声 没有要打得这么混 还是有一定的规律 什么规律啊 我老实讲啊 为什么在国外 没有先打莫德纳 再打AZ 因为他们其实有人 去做过实验 因为打莫德纳 再打AZ 其实效用不大 所以他们才没有 打莫德纳 再混打AZ 是这样 那他们去试AZ 因为他本来 保物力相对比较差一点 没那么好 那他打线病毒疫苗 再加了mRNA疫苗之后 他们国外是做过实验 觉得这样子的效力 请大家听清楚 比如说你打的是AZ加BNT 之后他们研究结果是 可以蛮接近 连打两剂BNT的效果 所以表示什么 还是连打两剂BNT 懂吗 所以这都是不得已的选择 不是叫你一定要这样做 只是现在我们政府搞的 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而已 所以其实我觉得 要解决台湾的问题 现在是什么 只有一个办法 如果你真的要 人民得到最好的保护力 就是跟莫德纳原厂讲 我们跟你 定了明年后年的莫德纳 你可不可以下地就有送来 然后你要学韩国一样 叫陈时中 带着张尚全带着李秉毅 你们就堵在莫德纳大门口 家里面把你的沙发也搬去 就在他门口睡觉 逼他非给你不可 不然你不离开大门 大概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莫德纳混AZ的意义不大 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AZ就是单一病毒 就是冠状病毒 它只是没有繁殖能力 所以它是单一 莫德纳是仿冒它做了好几种 所以它可能有含AZ在里面 所以你AZ单一进去 第二次再AZ的时候 可以增加点保护率 但是学理上 他们认为说 那我如果是莫德纳 或BNT的时候 我好像有一天天 这个冠状病毒 又好模仿出好几个各种东西 所以我就会加倍出 我的抗体出来 所以一定是AZ加 这个mRNA型的这个疫苗 你不能说打了这个后 再回来单打AZ 那就没有它的效果了 那我们的那个高端 那更糟糕 它是抗体 你抗体一进来的时候 搞不好它看到BNT 那个mRNA的 它也把它给做掉 看到这个AZ产测在抗体 它也把你做掉的话 那就会大乱 所以一定要经过研究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 混打的效果是如何 而不能随便在猜想说 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也就是说 我们超前部署 就是要做研究 我再来跟大家说 人家泰国 他们怎么研究 他们就自己发现了 先打科兴 再打AZ效果很好 至少在泰国 人家研究出这一套 觉得泰国做得来 所以他们现在 他们也发现疫苗不够 所以他们就先打科兴 再打AZ 那我们所谓指挥中心 你给我的规律 我不知道是什么规律 我只知道说 我们现在好像台大跟长庚 有在做AZ跟莫德纳混打高端 这会不会是大家心目中想要的混打的规律呢 为什么国际的文献这么多国家 甚至梅克尔他也是混打的 意大利总理 人家也是混打的 我们来看一下专家怎么说 冠状病毒之父 中研院院士赖明少 他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开始超前部署啦 台湾未来不可能完全清零 要考虑跟病毒共存 我们要来规划解封时间跟措施 台湾要思考下一步怎么走 但是你不要只是听到片面说 我们要与病毒共存 院士他有举出丹麦的例子 丹麦人家疫苗的施打覆盖率是到八成 这个情况是叫做 国家已经提供给大量的疫苗 我们大家有基本上的保护力 再加上清不了 所以我们学着与病毒共存 今天大家也问了陈时中啦 又问到了这一题 那请问我们丹麦人家是八成嘛 来谈病毒共存 那请问我们台湾呢 我们覆盖率要几% 才能跟病毒共存呢 陈时中跟我们说 最少70%到80% 以后就该考虑 我真的觉得 第一啦 我也不知道说 他这个70%跟80%是怎么来的是 心里感觉 还是说 他真的有参考了国外 那怎么样的数字叫70%到80呢 而且我们现在的疫苗覆盖率 两剂的覆盖率 告诉大家是多少 我们刚说 百分之4点多 差的远的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的不是病毒共存 我们现在要的叫做 给我们打一剂 跟给我们打完第二剂 介大使 对 现在就是缺疫苗 而且缺的缺的是 没有道理的这么低 而且其实啊 我们说啊 BNT 刚介大使讲的嘛 哎我们去年本来有BNT 结果呢到了现在 好 复辟态 BNT还是来了 来了还是有复辟态 我要是陈时中 我真的我不敢每天面对 我们国内的观众 为什么 3000万BNT是你挡的哦 对不对 你到最后 竟然还是复辟态 等一下 他今天有说他没挡 没有因为减体字延荡疫苗抵胎 我必须郑重的说明这件事 不要曲解这个状况 所以陈时中回答大家 他用嘴巴啦 反正那3000万没进来啦 对不对 没有进来 那他的意思是不是说 他想苏贞昌挡的 还是说蔡英文挡的 我不晓得啦 那这3000万是没有进来嘛 那另外他自己承认过啊 3亿计的AZ 我常常就在想说 如果我们那个BNT进来以后 我们的AZ也进来 而且在台湾可以代工生产的话 我们今天大概也是差不多 我想大概第一季大概也有七八成 第二季起码也有四成到五成 然后我们还有还可以怎么样 跟泰国一样输出什么 输出AZ 我们还可以去做外交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 就是这个搞一开始就搞坏了 第一步就错 错到现在还死不认错 那错的原因是什么呢 真的就是那个高端两个字 买的疫苗 采购的疫苗就少得离谱 人家去买 买的都是怎么样 像日本 好了日本一亿多人 他买了快三亿剂疫苗 人家为什么要买那么多 就是大家在抢啊 然后呢 都知道你起码要打两剂 那你今天陈时中你自己去买啊 我们先不买我们的 那种高端还在研究啊 还在研尼还不知道出不出来 你自己买就买了1500万剂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科学来讲的话 台湾有2350万人 都知道要打两剂 对不对 我今天打七成好了 我今天1800万人 要打两剂的话 你也要3600万剂啊 你去买1500万剂是什么意思嘛 我今天就很简单 数学问题 你当时为什么只买1500万剂 是什么意思 然后你一直说够了够了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今天台湾显然是 现在全世界 并懂变足这么多 你其实你要考虑到第三剂 别人都在考虑到第四剂了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到现在还是在那边执着于 所以呢 今天这个 蔡壁如讲 放下执念 执念是什么 我跟你讲 我解释一下 当然蔡壁如 执念就是那个高端 你的执念放掉了啦 不要在脑子里面 一直在那边讲那个疫苗了 你把这个丢掉海阔天空 你就放手去国外 去替台湾人争取疫苗 你就把给你8000亿的这个钱 拿去买疫苗 你现在没有一天疫苗不够 一天现在全台湾的民心不安 然后呢 你这个也不清零 也不去广塞 大家都知道黑数很多 你也知道黑数很多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搜来搜去 为什么 只要有一个什么 一个破点出来 大家要全部恐慌 恐慌以后呢 你的基层的这种 我们这些服务业 还是在那边封锁 老百姓靠什么 打零工 打零工 然后呢 经济快破产了 你是 你是每天有冷气可以吹啦 陈时中每天又可以吹啦 现在我们很多 无薪假的 然后在这个夜市 在这个基层的这个餐馆 这是哀鸿遍野啊 现在连夜市都快摆不了摊了 哀鸿遍野 而且呢 看不到明天 对 看不到明天 然后你今天 你今天还在那边 老神在那边讲 人家别的国家 韩国的全部高官 都冲到美国去干嘛 抢疫苗啦 好来大使说的 为什么大家民心会不安 因为呢 生活不安定 我赚了今天 我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 哪些产业受到的影响 包含了 你知道吗 餐饮观光 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 惨 两个字惨惨 三个字有够惨 现在呢 五星级酒店的老董 都出来跟大家说了 来 金华的董事长 潘思亮 潘董 国际观光产业 是被遗忘在医院里的重症病人 大家看饭店漂漂亮亮在那边 疫情期间 他还是很漂亮 他也是在那边 但是呢 客人没有来 观光客没有来 服务人员 我要服务谁 老板的钱从哪里来 很多饭店倒闭就是这样子 再来呢 我们说 人观光客进来 就会坐游览车 我们就会去观光 现在人都没有进来 去年我们还可以 依赖什么呢 本土我们说暴富性出游 今年啊 大家呢 连出门都不敢 连回家可能都不敢了 端午节的时候 还叫大家都不要回家 所以呢 来国道科医业者 本来想说 好不容易 大家打了第一剂疫苗 可能快复苏了 结果没想到 复苏落空 还有一个 我要问袁医师 我也很有感 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间诊所 在疫情期间 关门了 因为 现在大家都戴口罩啊 我 天哪 我多久没有去看医生了 除了胃食道逆流之外 感冒 太久没有去看感冒了 来这边 上半年民众就医 你们有多久没看医生了 大检2647万件 小儿科少最多 少了将近快要三成 耳鼻喉科 少了32.9% 医生 非常辛苦 我有很多同学 还有好朋友 他是耳鼻喉科诊所 完全都没有病人 而且我的好朋友更可惜 是怎么回事呢 他的诊所开在万华 他整整一个月 完全没有病人 零病人那怎么办 老板就拿了1万块钱 说来2千给你 2千给你 开一间小诊所 一个月的营运 那个金额大概是多少 三十几万 你当房租钱嘛 看你在开在哪里 然后呢 你起码要请好几个护理人员 护理人员怎么样 都两三万以上 三万以上嘛 对不对 然后医师 然后药 反正很多东西 那如果没有病人的话 那光靠政府的补助 没有补助 没有补助啊 没有补助 问题就在这地方 根本就没有 本来答应要来的补助 也都没有来补助 那这些医生们该怎么办呢 现在就是苦哈哈 所以心情非常的低落 是大概都是非常的低落 所以我才一直觉得说 其实人活着 有时候是有个希望 我们就是说看到曙光 看到明天 觉得大家还有机会 但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的执政的方法 是完全没有办法 看到这些快乐的讯息 那你只能说看看 没事到银行刷刷本子 我大概还可以再撑多久 大家都在讲这句话 我这个店面还可以撑多久 这样子 而且刷本子可能还要看一下 有没有被诈骗 所以蛮悲情的 说实在这各行各业 包括我们医师在内 都很悲情 像我们科 坦白讲 我有很多手术 也是被建议说 暂时不要执行 连我都是告诉病人说 这段时间 如果不是那么紧急的手术 干脆先等一下子 等疫情过去 我们再来帮你做手术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哇我觉得台湾人 什么时候怎么变得这么可怜啊 然后呢 我们为人父母官 来韩兵哥 来这番话你觉得 你听得下去吗 苏贞昌自己跳出来讲了 等到他打第二剂的时候 代表全民都有疫苗可以打了 谁管你打不打第二剂啊 我管的是 我的长辈打不打得到第二剂 好不好 我们的兄弟姐妹们 年纪比我们小的 打不打得到第一剂啊 所以呢 他自己爆料 自己没打第二剂 感觉好像是苦民所获 跟你们站在一起 你看我没打哦 第一剂你不是也是先打 那你打什么 你打高端吗 然后再来 网友就酸了 谁在乎啊 其实老实讲 我就坦白说吧 你到底有没有打第二剂 我都不知道 我都怀疑搞不好打第三剂了 哈哈哈 谁晓得啊 你们政府做的事 谁知道是真的假的 没有人知道 但是说真的 我也不关心啊 反正你们这些官 都已经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了 你们居然打了一百剂 打了满头包 也不关我的事了 重点是你要把真拿来给我打 因为你圈摆疫苗的钱是纳税钱啊 不是你花的钱啊 人家的BNT是郭董台积电 实际捐的钱 也不是你政府的钱 也不是你蔡英文跟苏文昌的钱 你们凭什么像大爷一样 拽了二五八万 然后这样 这一波真的非常非常惨 我家旁边有一个诊所 我最近因为喉咙不舒服 我常去看他 然后你知道 以前我去喔 他早上八点半开业 通常大概八点十分左右 就已经前面一个排队 排很长 结果我现在去喔 八点半准时到 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整个诊所空空荡荡 我通常去大概五分钟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看完出来了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大家都怕了 那你疫情持续下去 对台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台湾现在是靠着出口在撑 可是问题是 台湾这个疫情如果 不守住的话 你总有一天Delta 老实讲啦 你光靠目前这个样子 你以为他就会消失不见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到最后 为什么刘德英前几天要跳出来 因为他有担心啦 万一他的工厂有人染疫 到最后一停工 台积电一停工还得了 所以他叫你政府要加快速度 就让你政府在那边 慢吞吞在那边磨 因为反正你无所谓 你都不管人民的死活嘛 老实讲台湾的观光产业 这些夜市摊办什么 从你民营党执政之后 路克布莱已经遭受一个重大打击了 然后现在又加上疫情 老实说有一些人 搞不好都已经去跳楼了 我说真的 我不是讲假话 那更多人 本来还想都撑一下 你知道吗 我前一阵子看到什么 你知道那时候大概在差不多 八月多的时候 有人呢 已经开始在承接店面 因为那时候空出很多店面栏 大家想说承接 想说这个时候进来 我那个顶让 或者什么的费用很低 可能房租也可以谈的比较低一点 然后重新装好 我就可以做生意 结果他的刚准备要装好 上个礼拜 新北市突然爆发疫情 你知道很多人真的是 快昏了你知道 他那个投资都是血本无亏啊 所以我真的拜托 守住疫情是政府的职责啊 你不要一副觉得 好像我们老百姓死了 都跟你没关系一样 还每天在跟我讲什么股市 讲什么那些东西 我告诉你 当这些基层的产业都垮掉之后 你的股市也绝对好不起来的 而且最可恶的就是 官员们带头讲说 我打了第一季 第二季不在哪儿 不知道没关系 这是最不负责任的一个讲法 因为要打 就是要打好第一季 第二季就要玄阶上去 应该要准时打好嘛 这个才叫做有效啊 他才叫做有效才有保护力 你不能带头说没关系 我也没打没关系 这是有关系的 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拜托不可以这样子 黄露带